大家好,我是超级 这是雷尼克顿的介绍影片 但我会把它称之为鳄鱼 因为方便我进行英雄的介绍解说 那么这期影片是带大家了解鳄鱼的技能 和比较基本的技能使用讲解 所以大家喜欢我的英雄介绍的话 那就记得先订阅、按赞、分享三连吧 那么我们直接开始说明鳄鱼的技能 那么被动技能是鳄鱼的核心机制 简单的说就是使用普攻或者是技能攻击敌人 鳄鱼都能获得一定的怒气 而怒气能给他带来技能上的强化和伤害 同时在自身生命值低时还能获得额外的怒气 这也保证了鳄鱼在残血的情况下可以失血反杀 所以玩好鳄鱼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怒气的控制 那么一技能是鳄鱼在线上主要的对拼技能 使用一技能会给敌人造成范围型的伤害 并给自身提供一个生命值回复的效果 接着如果鳄鱼的怒气值超过50的话 一技能会打出更高额的物理伤害和高额的生命值回复效果 所以鳄鱼可以主神一技能去跟敌人对拼 因为一技能有提供不错的骚扰和回复能力 并且一技能有着高物理和基础伤害的加成 又是低冷却的大范围AOE伤害技能 所以基本上主神一技能是最高性价比的 那么二技能是一个控制技能 鳄鱼会在下支普攻打出两下普攻的伤害 并附带额外的物理伤害和眩晕效果 如果鳄鱼的怒气值超过50的话 二技能能打出三下普攻的伤害 并附带更高的物理伤害和更长的眩晕效果 所以搭配自家的打鱼会有特别好的联动效果 可以确保稳定控制变连锁击杀敌人 此外二技能附带三下普攻所带来的高额伤害 配合这装备的被动往往有着出乎意料的伤害计算 比如黑切或三项的被动效果都很契合鳄鱼 因此这个强大的眩晕技能让鳄鱼1v1不怕任何敌人 甚至还有可能直接把敌人打成残血 借此掌控前期游戏的巨大优势 那么三技能是一个位移技能 这个位移技能和其他的位移技能有所不同 三技能是附带着物理伤害的位移技能 若集中敌方还可以在4秒内再次使用 如果鳄鱼的怒气值超过50的话 三技能还会造成额外的护甲穿透效果 所以有这两段三技能的鳄鱼是极其恐怖的 但是三技能用得好不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个技能本身冷却时间很长 而且鳄鱼第一段的三技能若空的话 三技能就会立刻进入冷却时间 只要就会折扣鳄鱼的追击和逃生能力 因此使用三技能时机需要相当谨慎 那么大招是一个增强自身的技能 开启大招可以提升大量的生命值 并且还有持续的魔法伤害和怒气的提升 这个可以让鳄鱼第一个冲进抵震承受大量的伤害 并在敌群中造成范围型的魔法伤害 可是这些魔法伤害并不能对敌方造成有效的伤害 主要的重点还是在提供生命值和怒气的效果 还有在鳄鱼开启大招的期间内 怒气不会因为脱离战斗而下降 所以借用大招怒气搭配的强化技能 可以让鳄鱼在敌群中大杀施放 那么以上就是鳄鱼的技能说明 我个人对于鳄鱼的评价是8分 优点我认为鳄鱼的属性是比较全面的 因为它本身无蓝条 有恢复 有控制 也有爆发 在前期对线很少有英雄能够扛得住 所以它在单人线应该有很强的统治能力 接着鳄鱼这位英雄其实不太难上手 因为这位英雄的属性本身就很不错 主要还是学习如何正确控制怒气就可以了 所以我个人推荐大家可以入手鳄鱼这位英雄 然后Rodian我认为鳄鱼后期比较乏力 虽然鳄鱼前期个人的统治能力很强 在任何小规模团战也非常不错 但是到了游戏后期之后 鳄鱼的能力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乏力 而且前期也要打出自己的优势才可以 如果鳄鱼前期就处于在劣势的话 到了游戏后期根本就是选上加双 所以前期最好搭配打野一起击杀敌人 让自己前期获得良好的发育来掌管游戏 但是以上都是我个人试玩后的感想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想法的话 也欢迎你们可以留言来分享你们的看法 那么本期就是鳄鱼的英雄介绍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讲解影片 如果大家对鳄鱼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来问我 我会尽可能回答大家的疑问 最后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下年吧 我是超级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